大家好,我是小宁 有一种馅饼也许你经常吃 但是你搜遍了全网都找不到这种馅饼的做法 其实掌握方法做起来特别简单 不用下手揉面不用擀 下面就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满满一碗面200克 七分满的水180克 按照一斤面9两水的比例来和面 面粉里加一点点盐增加筋性 然后一边倒水一边搅动 搅成这样的面糊状后继续搅 直到它变成像现在的状态 介于面团与面糊之间 把侧壁给它刮了干净 密封松弛至少一小时 为了状态更好 我们中途把它再搅一搅 可以看到现在面筋基本形成 变成这种拉丝的状态 下面拌馅 选择七分瘦三分肥的 加一勺13香 半勺盐 两大勺左右生抽 然后放一点蚝油 先给它搅均匀 为了馅料吃的时候口感更润 姜呢我把它擦成了姜蓉 葱花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适当切的大一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猪肉大葱馅 多切一点葱 把它混合到馅料中 再加点香油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馅料呢不要过多的加水 外面卖的馅饼呢就是那样的馅料 自己吃我又加了一点小白菜馅 这样更鲜 按板多多撒干粉 然后把面团转移上来 周围再撒上干粉 避免用手接触呢变粘 用刮板整理一下不要揉 直接切剂子 切好的剂子用手擀大 多放上点馅料 然后用手提边 包起来以后把剂子头掐掉 避免有的地方过厚 再用手来回的倒 把所有的干面粉都倒掉 剂子口朝上 直接放到电饼盛上 然后用手背把它按压的 让它变大 薄到可以看到馅料的状态 盖上盖子烙 然后再给它翻面 烙过的面我们刷上一层油 小饼会在加热中逐渐鼓起 饼皮非常的薄 而且很软 表皮有一点脆脆的 反复翻面烙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平时吃这个饼呢 我们都是现吃现烙 这样外边呢才有一点脆脆的 但是整张饼又很软 皮非常薄 可以看到馅 但是饼不会破 里边锁着浓浓的汤汁 有人叫它蒙古馅饼 我只知道它是我的真爱 我是小宁 明天见 下集完 下集完